大家好,我现在是在河南省的开封市 因为有疫情了,有几个月没有更新视频了 非常感谢关注我的朋友,不离不弃的一直在关注我 现在河南的疫情已经差不多了 现在已经足够开始出来旅游了 我现在位置是在开封的清明上河园景区 这个湖叫做西湖,前面就是开封的龙亭景区 龙亭景区我还是会去的 我一会儿看一下从清明上河园出来的几点 如果时间够的话,我会去 今天我就去龙亭公园去看一下 前面就是清明上河园景区 现在我会去看一下 票我已经是在美团上已经买过了 是120元,现在我去取一下票 现在已经到这边的一个广场上了 应该从这边进景区的 在美团上买过的 然后直接在前面扫个二维码就可以进来了 然后直接在前面扫个二维码就可以进来了 那扫码进景区 现在的话已经进来景区了 现在的话已经进来景区了 这面画一个雕像 是张哲端的树下高六重三十顿 清明上河园就出自画家张哲端 眼前的这幅浮雕是按照原图的六倍比例 打造的七名上河图浮雕 全长33.32米高2.23米 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一幅 七名上河图浮雕 画线上有各种人物 六百八十四个 牲畜九十六头 房屋一百二十二座 舟船二十五艘 浮雕上面既有巨商富甲 也有街头小凡 也有城楼空桥 也有行舟路人 这幅图描绘的是东京变梁清明世界的繁荣景象 是当年繁荣盛世的见证 正前方是东京码头 过去看一下 码头的下面就是被人们称为东京生命之河的古变河 变河也是我国最早的人工运河之一 这边还有很大的河叶 应该是假的 旁边有很多组衣服的 这个小花园挺漂亮的 好大的风筝 这里是清明文化广场 这里定时会有民俗表演的 第五届国际登陆展 先看一下 哇 好多灯笼啊 还挺漂亮的 这是个龙啊 后边还能去 好多灯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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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是韩国的灯笼吗 中国国 应该都是咱们中国的灯笼吧 进去拍一下 这都是中国的灯笼啊 古色古香 欧洲馆 看一下啊 白色巨多啊 羊托 这是松亭桥码头 小伙洲馆 新鲜榄 新鲜 Hopefully 新鲜蜇火马夜 欢迎新鲜蜇芭菜 欢迎新鲜蜇干菜 前面啊就是双亭角的 这边的话有个排放啊 上面写的夜夜香楼四字 这边的话也是有很多的建筑的 也要过去看一下 前面这座桥叫做九龙桥 过去看一下 这座桥也是清明山老院最长最高的桥 前面是佛云阁也是园中最高的建筑 这里面是增大呀 又是转迷路了 这边的话都是些游乐场啊 这里是四方院 门口的话有个牌楼 上面有四个字 九州烟雨的 这里在宋台啊 是科举搞设立的地方 进去看一下 是个服务馆 我也能复房 这边有一个人造的瀑布 看上去还是挺凉快的 这是校场啊 这里应该定时有节目演出的啊 应该我错过 完美的错过 这个走道看上去挺凉快的 这里定时也是有节目表演的啊 这上面是可以坐游船的 应该是收费的 上山门高21.6米 面积1553平方米 门洞高达8米 它是清明上河途中 浓墨重彩描绘的标志性建筑 这个上山门是可以上去的 从这里可以上去 从它的侧面 上去看一下 这里面是冷冰器博馆 这里面是冷冰器博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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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多 我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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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是 那 我 这里的设计也挺好的 这边有头骆驼 这边的话基本都是卖吃的 这里啊就是红桥啊 红桥在清明上河途中是一座造型优美的木顶拱桥 据专家研究清明上河途中的红桥是中国十大古桥之一 钻到这里清明上河远景区基本上钻的差不多了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 谢谢观看再见